有記者在旺角採訪期間 被人用拳頭打到眼角受傷流血 攝影機亦損毀 他報警求助 有一位市民不停挑釁和罵示威者 當我走過來舉機拍攝他時 他立即制止我 當我嘗試繼續拍攝時 他便打我 他打了一次被人拉開了 我繼續拍攝時 我嘗試問他為何打我的時候 他便再打我 而且打爛了我的機器 亦都打到我受傷 我現在都未知自己的傷勢 你沒有用甚麼打爛了 有在場人士都提醒他 我是記者 我亦都摟了證件 不過現在被他打掉了